谈到生妈妈遭遇的痛苦,估计很多妈妈都能说出来,比如怀孕时身体出现各种疼痛,产后身材走样,脱发,哪一个不令妈妈后悔生亡? 可是妈妈们也不能只看到生孩子各种不好啊,其实怀孕还有还有这四样福利,没有生过宝宝的妈妈根本不能享受。 免疫力提高,数据显示,生过孩子的妈妈免疫力会提高十倍,一是因为允计妈妈可以补充高质量的营养,这些营养促进妈妈免疫力的提高。 还有一个原因是,生孩子的整个过程,锻炼妈妈的各线机能,让他们更加活跃,就比如说子宫吧,她在生孩子的时候,被充分调动起来,整个孕育生命的过程, 自宫发挥重要的功能,所以生过孩子的妈妈免疫力会更高。 胸部二次发育,很多小胸的妈妈经常嫌弃自己身材没有量,可是无奈天生就长这个样子。 这些妈妈不必懊恼,想让胸部发育没不那么难。 其实女性的一生还有一次乳房发育时期,就是怀孕,孕期在雌性激素和孕激素的作用下。 不少妈妈的胸部会出现二次发育,妈妈的乳房或多或少都会变大。 这算是怀孕带给妈妈的福利吧,妈妈们可要抓住这次发育的机会,给自己准备合适的补乳内衣,时常按摩自己的胸部。 减缓衰老的速度,女性身体内的卵子是有数的,每来一次大姨妈,就要送食一颗卵子。 随着卵子数量的减少,妈妈也渐渐变老。 我们都知道,怀孕的时候,妈妈至少十个月都不来大姨妈。 这也就意味着,妈妈几乎一年之内不会排卵。 这就很好保存了女性的卵子,减缓衰老的速度,也让更年起来的更晚。 有些妈妈可能会在怀孕之后显得比较贪老,那并不代表真正的衰老,只是因为劳累、虚弱,看起来比较显老罢了。 患卵巢癌的几率下降,有关注据显示,妈妈在怀孕的时候,身体会产生一种抵抗卵巢癌的抗体,可以有效的避免患上这种癌症,这算不算是妈妈们的福音了。 怀孕对女性来讲,尽管有不少痛苦,但是还是有很多福利在的,而且这种福利只有生过孩子的妈妈才可以享受了。 所以妈妈们不要再抱怨怀孕带给自己的烦恼了,想想这些,想想孕育生命的伟大,估计妈妈会更加的释怀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